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 联储局在香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上次议识会议记录指出 所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策成员都同意 联储局应该审慎推进货币政策 利率应该在一定时间内保持限制性 对于是否要再加息 官员们仍然存在分歧 最终结果表明可能会进一步调高利率 看回道指 全日反弹65点 收报33804点 标碰白指数升18点 收报4376点 纳指就升96点 收报13659点 至于美国上市的港区与许托证券造价普遍上升 会控制背叛外收市升1.71% 腾讯升1.01% 阿里巴巴升1.45% 美团升1.59% 至于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 伦敦富士亚百指数收市跌8点 收报7620点 法兰阿福德克指数收市升36点 收报15460点 巴黎克指数收市跌31点 收报7131点 至于商品期货方面 尾巴冲突至今仍然未有实际影响中东的石油输出 欧洲股市跌大3% 收报每桶83.49美元 下跌2.48美元 伦敦摩南力股市回吐大2% 收报每桶85.82美元 下跌1.83美元 至于金价方面 年升4个交易日 收市升12美元 收报每盎市1887.3美元 看最新的美元匯价 港元7.822 日元149.133 欧元1.062 英国1.232 瑞士法郎0.901 加元1.359 澳元0.642 纽山人元0.602 美国国负债圈10年期责率做报4057 30年期责率做报4077 看港股 昨天中央宣布 汇金增持四大行的A股 半年内会继续再增持 终于国家队入市 看见今天的行指方面 从上万8点之余 暂时升幅有大1.7% 最新升313.18204点 国企指数升114点 最新升6248点 大股成交83亿多 四大行获汇金增持 现行暂时是四大行升幅最多 暂时升大約3.6% 工行 中行和农行 全部都升大約2.6% 工行暂时升大約2.6% 作为3.84% 现货白银买入价22.051美元 卖出价22.08美元 以上资讯由姚才蚊一提提供